非有消息 在国泰航空发现多达15架空客A350飞机的发动机出现故障隐患后 欧盟旗下的欧洲航空安全局YASA近期颁布了试航指令 要求检查空客A350-1000配用的TUENDA XWB-97发动机的柔性燃油软管是否存在问题 TUENDA XWB-97目前只用于空客A350-1000客机 这是空客最新型远程宽体客机中的最大型号 XWB-97推力高达97,000磅 可以推动空客A350-1000载运440人飞行16,000公里 但是上周国泰航空一架空客A350-1000起飞不久后返航 引发了媒体报道说A350将悉数停飞 悉数停飞肯定是过于夸张 A350现在包括900和1000两个型号 分别配用XWB-84和XWB-97两种发动机 9月3日当发现喷油嘴故障后 国泰航空检查了所有48架空客A350客机 确认15架存在相同的问题 因此不得不取消了部分航班 据称共45对90班 但媒体没有说明是否都是XWB-97 因此造成了恐慌 这也是因为目前空客A350-1000的用户较少 而A350-900就非常的多 仅中国内地就使用了78架 Panda XWB系列发动机是英国罗罗公司的产品 罗罗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之一 此前罗罗曾经因为产品批示问题 给波音787造成过麻烦 美国联邦航空局之前也曾经因为XWB发动机的T型管问题 颁布过试行指令 现在看来 此前发现的发动机问题可以通过更换部件快速解决 但故障是否会从XWB-97蔓延到84是关键问题 因为马来西亚航空最近报告说他的XWB-84也发现了类似问题 不过到目前为止 YASA认为还没有必要将检查延伸到空客A350-900 所以马航的发动机故障可能也是个例 飞机发动机实际上经常会发生一些小故障 生产厂商每年也都会发布数个指令通报进行修正完善 而且飞机上的重要系统都会有多预度备份 即便是在飞行中发生了故障 都会有相应的处置程序妥善应对 很多时候乘客甚至都不会察觉 总体来说飞行安全是有保证的 大家不必过分担心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